《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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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這麼多年都拍戲 拍戲日夜夜電到 太太會不會有債刑? 債刑她沒有錢 她可以債刑的 但沒有家用 債不債? 我沒所謂 因為她不辛苦 嗯… 但她也不會說 不如你做少一點 多一點陪伴我 她說她叫你做多一點 她說 多一點 為何要休息呢? 嗯… 但很多人都知道 你們很恩愛 你如何保持這種 三十多年的功能? 不要去戒懷 她是不要戒懷我肥 我不要戒懷她瘦 很多人相處就是 凹凹凸 但肯定有 你永遠挑對方的缺點 一把缺點放大 永遠沒有辦法 是嗎? 不如你放屁 嘩!很臭啊!很臭啊! 這樣就不行 嘩!很放屁啊! 這樣就兩件事了 你懂嗎? 放屁這麼臭啊 多欣賞她的屁 對吧? 即是如果你把這件事挑大 然後… 你會放屁 你不放屁嗎? 嘩!笑容一兩兩判 你覺得挺過眼的 你明白嗎? 其實我覺得不是夫妻 做朋友都是 她要接受你的缺點 你也要接受你的缺點 不是引對方的缺點 你接受對方的缺點 成為你面對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自己都會這樣 自己都會同一個行為 如果同一個行為 對方差一年出來 你也很沒人 但會不會太太 都是你這麼多年的推動力? 推動力是整個家庭的 整個家庭 譬如你有子女 不是 推動力是有三件事 擺明是一個太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你不要令他們肚餓 不要令他們擔心生活 這是你做男性的責任 這件事是你要想的事情 你太太就要照顧好兩個小朋友 家裏令你無效故事 又不用你家裏 你回來做什麼 那你變成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各在其為各施其職 我應該做的事 說死了 撲回去給他 那他應該守好的事 他應該守住 這個才是真正的夫妻之道 好, man 嗯 中文字幕——YK